Hello,你好,我是劉奶爸 你想要创业吗? 你适合创业吗? 你适合创建什么样的事业呢? 如果你想要创业,必须先问问自己 是否真的适合创业 首先,你想创业的目的是什么? 是赚大钱,渴望财务自由吗? 还是渴望获得更大的成就感 来达到自我满足呢? 如果是的话 那再问一下自己几个问题 你是一个怕累,怕麻烦 做事又爱拖延的人吗? 面对你要创建的事业 充满着亢奋、激动的情绪吗? 压力来袭的时候 身体会不会一直出状况 一个事业能不能够耐心的坚持个五年呢? 受到嘲笑和责骂的时候 能不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呢? 想不想要让家庭和工作同时坚固呢? 没错 赚大钱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创业最初的原始目的 有了够用的金钱 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获得物质和心灵的满足 照顾好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但是财富到了某种程度之后 你要追求的就不只是金钱 而是更大的成就感 甚至肩上背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譬如说 你要照顾更多的员工 因为每个员工的背后 都代表了一个家庭 如果你是一个怕累 怕麻烦 做事又爱拖延的人 那我会建议你 不要创业 因为上班族要管的事情 其实还比较单纯 创业要烦恼的事情 真的很多 要做的事情很杂 很多事情都有时间的限制 如果你有做事拖延的毛病 下个月可能就没钱吃饭了 因为你可能连进货 销售 出货 收款 这些赚钱最重要的事情 也被你拖延了 面对你要创建的事业 充满了亢奋 激动的情绪吗? 如果你对自己要做的事业 很无感的话 只是单纯的认为 这个能赚钱 但是却一点也不兴奋 那我会建议你 不要创业 或是换另外一份事业吧 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中 所做的工作 就是一种享受 每天去工作的心情 是开心的从床上跳起来 和上班时间的无奈心情 截然不同 这种激情 才能够让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越挫越勇 压力来袭的时候 身体会不会出状况 有些人面对压力的时候 就会先想到放弃 或者是爱抱怨 早知道就不要做这件事 之类的负面情绪 更严重的人会生病 破坏身体的健康 这就表示 你对创业的心理准备还不够 我会建议你在过些时候 等心智更成熟的时候再创业 一个事业能不能耐心的 坚持个五年呢? 许多人做事常常是一头热 但是做不到几个月 发现没有什么成效 就开始打退堂股 会出现这种虎头蛇尾的态度 通常并不是真的对这份事业怀抱理想 可能只是一时为了赚钱的冲动 这样的事业不可能长久 连根基都扎不稳 怎么可能长久呢? 受到了嘲笑和责骂 能不能够继续坚持? 许多成功的创业家 一开始的理念都不受到支持 甚至遭到许多批评和责骂 但是坚持到最后成功了 就会被视为英雄了 上班族的工作如果犯错的话 顶多是主管骂你 但是自己创业 却会面临来自家人、朋友、客户、员工、社会舆论等等 各方面不同的声音和压力 如果撑不住 那就不适合创业 想不想让家庭和工作同时兼顾呢? 如果要创业成功 坦白说 初期要兼顾家庭和工作实在很难 几乎全部都是在工作 占满了所有的生活 因为创业初期的恐惧 和害怕失败的压力 让人只想快点解脱 只有让工作绩效稳定了之后 你才有心情去享受家庭生活 所以如果你想创业赚大钱 追求成功的喜悦 你就必须要有所牺牲 接下来 我要诚实地告诉你 牛奶爸个人的创业历程 真实案例 其实我是一个怕累又怕麻烦的人 而且做事的时候也常常会拖延 但是针对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是有压力来临的时候 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去完成它 为了改善我的拖延习惯 我会给自己压力 譬如说 我会请太太把银行的户头 全部都转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让我有压力快点去赚钱 而怕累怕麻烦的个性 所以我选择了网络行销 来让我的工作更有效率 例如我利用网站来当成我24小时的业务员开发客户 我利用影片来回答许多客户常问的问题 可以解决掉我怕累又怕麻烦的性格 而面对我要创建的事业 我的确是充满了亢奋激动的情绪 所以就算有压力 我还是尽力去完成我的工作 一方面我觉得网络行销它很有效率 一方面我又觉得它很有乐趣 所以我坚持到现在 不过创业的前五年真的没有什么赚钱 只有打平再好一点点而已 在创业的过程中我没有被笑过 因为我都是在网络上卖东西做行销 除了我太太之外 家人也不太清楚我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 至于家庭和工作能不能同时兼顾呢 你可以看一下下一段影片 有TVBS对我的报导你就知道了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后悔这两段创业的历程 第一次的创业让我学习很多错误和教训 第二次的创业让我享受更多甜美的果实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 赶快点击下面的影片 我们下一段影片再见 拜拜 感谢观 If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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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点看 一会儿 hashtags 三个咸 两个咸 一 devoir 最再次加二咸 甜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